运输署建议修改巴士班次调配的指标 令巴士每平方米可站立人数由6人减到4人 巴士公司要额外买车和增聘人手 温房局认为对车费影响轻微 曾荣山报道 去年有议员关注乘客逼巴士的问题 提出修改法例 将巴士每平方米可而站的人数由6人减到4人 运输署检讨之后认为无需收例 要保留弹性 建议修订指引调低巴士增加班次的门栏 巴士在最繁忙的半个小时内的 作效率达到90% 和在那一个小时内的作效率达到75% 就需要增加车辆的班次 变成可以减少每班巴士站的人数 几间巴士公司预计 加上要额外购买大约50架巴士 和增聘大约120个车长 有议员关注成本会转价给乘客 你要求巴士公司加车加人手 就变相是令它的成本增加的 会不会最终都是要加价 其实因为巴士车费 就不是以逐班逐班计算的 而是它整条路线 考量整体巴士所有巴士的车辆 车长人工、灯油火纳、油价等等 去考量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大数 车辆和车长的增加大概为1% 其实对整体车费的增加 的可能性我们觉得是比较轻微的 运房局表示 调整班次会以长途车为主 具体路线会与巴士公司商讨 又会密切留意巴士公司的 营运和财务情况 有线电视机者 曾永三部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